其实一直在上学的时候 揉梦想没有一个老友自己一样的家庭 有很多朋友 人生的闹 很欢乐 然后来这边以后我就觉得 既然我有多余的卧室 为什么把它分出去和大家一起分享 或许我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科生 一个工科专业 画过CAD 写过C语言 然后做过精工实习 敲锤子 冷加工 热加工 学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 还是比较有用的吧 因为它能让我了解化学物质的性质 在了解这些化学物质的过程中 就能更好地运用它们 以保证作品能有一个很丰富的状态 而且能保存很久 上大学的时候 所有翘课的时间都是用来画画的 有的时候是画学院的展板 有的时候是环保协会里面的时装秀 家里人有一直想让我说 一定要考研一定要考研 我就说好我画完这本 我就拿去给考研的老师看 然后画完那本就去画其他东西了 也没有给考研的老师看 总是就会找不停的各种接口去创作 然后就到了现在 我想到当时画那些水场平面图的时候 旁边有一条河流 画草图 画图纸 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画那些河流和树 因为觉得可能还有点意思吧 我就帮班里的同学画了好多 可是老师进来说这些河流和草地不能画成那样 一定要画成统一的那样的三条 还记得我浇水污染的老师在最后几节课的时候 看到我还是不停课 然后在那边课上画画 然后他就说 希望我毕业的时候留几张作品在那里 我在宿舍的作品都是放在六层上面去阳台的那个阁楼的 那边没人去 我就把那半层楼梯全都占了 摆各种作品 然后保佳阿姨就经常发现 发现了我的作品以后 他就告诉我 不要弄脏哦 小心丢哦 有的时候他打扫累了 发现我在楼上 他一上去和我聊两句天 然后说 小伙子你毕业的时候留两张画给我吧 和他们聊天还挺愉快的 他们觉得挺好看的 我觉得那我也挺开心 有一次去香港看巴塞尔艺术展会 在那边的民宿认识了很多很有趣的朋友 他们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直到现在我们都保持着 很亲密的联系 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中中接触 各种不同国家的人 并且和他们一起玩 一起生活吧 然后第二次又去的时候 一个英国的老朋友呢 就向我介绍了两个西班牙的新朋友 然后他们两个是做音乐的兄弟 环游世界但是又没有带任何钱 也没有带什么多余的行李 没有准备任何东西 就帐篷衣服 然后就走了 还有他们说 他们挣钱的方式就是背了 尤特莉莉和吉他一人一把 然后坐在街边唱 他们去香港的原因就是因为之前在贵林 唱了三个月的歌 嗓子哑得太累了 想去香港那里我朋友那里休息一阵子 然后我就有幸见到他们了 但是不幸的是他们不能唱着 因为嗓子太哑了 令我感动的一点是他们听到了我一多小孩和他们唱歌 然后我们玩了几天也非常开心 我还要和他们一起去看艺术展览 在街上聊天 他们告诉我说 他们觉得人生像一本书 然后翻书的时候不一定像每个人都一样都要一页一页地翻了 他们就希望从后往前或者翻过来 总是要做不一样的生活 虽然嗓子哑成那样了 但是我说很可惜啊 我来到香港都没见到你们唱歌 以后还不一定见到 于是在我临走的前一天 他们专门出来带好了他们的吉他和游客旅里 然后就专门要说 今天我们来街上给你唱一首舞歌 然后专门给你唱到新的画 我们坐在汪角人行街道的面对面 他在台阶上那很多广告啊下面 然后人群对面是我在那边坐着听 然后他们就是在唱歌的时候非常开心 完全不记得晚饭没钱 所以我帮他们拿了点土豆一起在城市 也不记得他们今天晚上是睡着家下发 明天可能会假议站 然后淋一场雨就要跑到这地方一样 非常开心 我觉得我没有体会过这种人 我手里还有新手机 穿着新衣服 以为是去开心呢 但是没有提到他的快乐 我就觉得非常感动 他们的眼睛在唱歌的时候 一个劲地看着我 就是比人们再多 他都非常真心地看着我 我就觉得非常感动 非常真正 然后我就直接哭了 然后我就在那边捂着脸哭了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为什么他们不给你钱 为什么他们不给你钱 我就把我口袋的钱 全掏了给他们 哎呀 我觉得真的特别棒 就是人与人的交流 经济有很多种 嗯 他们给我唱着 我真是非常感动 自己感觉跟小公主一样 同那之后 我就告诉他们 我来了上海 假如有这样一片地方 我一定会帮助和你们一样 有梦想 有想法 但是 需要帮助的人 如果我有这样一百平米的房间 那我肯定要拿出十平米来分享 有的时候我把这句话跟我妈说的时候 我妈就说 你有什么 我觉得其实我有挺多的 他看不到我的财富 但是 我有的我就要拿出来分享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 对我来说 可能的生活方式一直都只有这一种 所以没有选择专门和别人不一样 而是就只走了这条路吧 Lady Gaga 哎 他是带我打开眼界 看着整个世界的人 他让我学会了英语 看过了时尚 了解了艺术 我觉得他给了我很多东西 并且还有一份 勇敢做自己的心 我觉得这很多人都会体会得到 我从初中喜欢他喜欢到高中 然后 在高三即将展开元旦晚会的时候 我就想着 呦 我的青春不能这样过去 有一个机会 那我就做吧 留一点什么出来 做中必不做好 然后 我就开始想怎么能做一件衣服 那也是我第一次做衣服 第一次尝试所有的东西 第一次做表演 买了假发 做了头饰面具 做衣服的时候是在高中宿舍做的 那我又不知道有什么面料 我就在淘宝上就只能做布料 然后还有什么面料 好像就是 看看是不是最想要的样子 其实 还挺新鲜的 一件短袖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出来 人家是怎么做的 如果是鸡翅片的话 我从来都不知道 那裙子更别说了 所以我是拿了起一个短袖 然后 把欧跟沙放上去 后来发现它又太服贴了 就是觉得一点普衡啊 于是又得绞定的不了 因为当时时间又来不及了 超可爱 是生物老师把他的窗帘 家里的窗帘拿来给我们用的 所以最终我那个衣服是用窗帘 然后我跟沙在短袖上面缝了 后续第一次体会到 脱下自己的装束 然后做一个其他人的感觉 哇 大家都不肯定用闪光灯和我拍照 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 我觉得那天晚上之后 我一直都想再次回到闪光灯之前 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样的经验和回忆 能给一个人很多改变 带来很多力量 而且是源源不断的 所以可能他就促使我 做一次第二次下一次 然后不停在发掘 不停在成长 可能这就是我开始启蒙的地方 我觉得我的家人挺痛苦的 他们不喜欢我这样做 因为在那个时候是有个标准的 学习好孩子就好 现在没标准了呀 你的孩子挣钱多不多呀 你孩子结婚了没有啊 你孩子在哪个城市啊 他笑不笑顺啊 那标准多了去了 结果我一个也不服 那就算了吧 那就是零分学生 零分孩子了 那就祝你身体健康 可能就这样吧 我每天都在不停 每天都推一点他的期限 每天都推一点推一点再推一点 其实我感觉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每天都让他们失望一些 每天都让他们 哎呦我孩子可能不结婚了吧 哎呦我孩子可能不找工作了吧 哎呦我孩子这个高真鞋是脱不下来了 那一天你的儿子突然从一个 忘死成龙的男孩子变成了这副模样 都是无法接受的 我高中那次表演第一次戴假发 他很沮丧 很难过很恐慌的打电话到学校给我说 我觉得非常不喜欢 你以后不要再戴假发 他非常的抵触 那有什么办法呢 然后我就如果不戴假发 我错衣服了 我就是一天不行 两天三天四天 一星期一周一年的表达 我对这份事情的热爱 那他就只好习惯 他对我的支持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 你想要得到副门的肯定 这是没有办法否认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认为他的比例是非常非常小的 因为我做这件事真的不是为了我妈做的 我妈是不喜欢的 我是为了我自己做的 有的时候回家太久了 我周围都是否定的声音 我就已经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了 我不知道我做的事情有没有价值 他们给我的声音有的时候影响真的挺大的 但是我一直就是希望在他面前给他们一些更多的希望 我想告诉他我之后这件事情能做成的 我回去还是挺下功夫说这件事 我说我在这边拍什么节奏片 我说我进了什么博兰会 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些多少 让他看到这里有一些价值 但真的是比较难 非常感谢我妈的一点 就是她再不支持也不会干涉 也不会反对 虽然我不喜欢你做的所有事情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教你 那么你就自己做吧 他给了我足够的空间和尊重和养育 我才能有心到现在 我们还是互相想念的 有事回去 没事的话不回了吧 但是他们其实替我担了很多很多责任 我也清楚 只希望能尽快帮他们也分担一些 努力尽快把这件事情做好了 我一直觉得做艺术就是做人 如果你把这个人做好了 做纯粹了 作品做好了 那身上的光芒是无限的 并且你的声音是非常独特 就是他们所有的独特之处造就了他们的这些魅力 它其实是几年前我想到的一个形象 是在墙角躲着的一个生物 然后给我看世界的那个缝就这一条 就只有这一条 我就能偷窥这个世界 其实都是一些自我意识的反射 代表着我的自卑 我的胆怯 我的懦弱 我的恐慌 我的好奇 我的防御性 攻击性 用作品跟人交流是一回事 然后亲自在场用行为和人交流是一回事 更尤其当我戴上这样的头饰 变成另外一种形象以后 大家都会变得像对待另外一种生物一样 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两个人 一个是一个老奶奶 她非常的感兴趣 然后就歪着脑袋问我 你累不累呀 你好吗 你好可爱呀 因为她担心我穿着高串鞋累 但是看到她的时候我非常开心 还有另外一个是一个女孩子 非常有灵性 她又不能跟人说的秘密 但是我却像一个树洞一样 她可以愿意跟我开口 她觉得我设置这样的场景 我设置这样的形象 能让她直接看到我的灵魂 直接看到我的本身 然后觉得我很诚实 太愿意和我诚实 那三天的经历 是我这辈子唯一有的三天经历 所以再累我也要拥有 我永远都能把它放到我的记忆相册里面 翻开看一下 给我一些能量 翻开看一下 给我一些幻梦 我觉得如果我的这辈子能有100个这样的三天的话 那就好像极其的方便面与所有英雄卡一样的开心 可能这就是我活着的意义 就是拥有不同的 但是又美好的经历 其实对时尚音乐艺术这些新鲜又潮流的东西 我觉得年轻人都是非常感兴趣的 但直到后来 一步一步的我发现 我对这些东西会投入很多 比如说看到一件衣服 也想做一件这样的衣服 看到一些假发 我也想拥有这顶假发 看到一幅画面 我也想创作这样的画面 但是可能朋友们也就只是偶尔的喜欢一下而已 或许他们明天就去关注其他东西了 所以从这个关注程度和投入程度上 我发现我比别人深很多 然后在真正做完这些事之后 我才开始变得和别人不一样 我觉得一定是这个世界给我的所有东西 我给它一个反馈 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然后我这个镜子看完了 就会反馈回去一些数字 但它肯定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它一定是一个影子 一个虚项 但是每一个人反馈出来的信息都是不同的 我觉得这才是美妙的地方 每画一幅画其实都是不满意的 于是它才能产生下一个动力去创作下一个画面 才能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作品 如果真的能画出一幅 自认为非常满意完美的画面的时候 我觉得挺绝望的吧 那下一步在干什么呢 下一步都是下坡路了 如果说我有一个梦想的生活状态的话 我现在已经到达了我的梦想 就是我能够随时随地在创作 有自己的空间 有周围的朋友 有家人的支持 一切都安好 身体也健康 画笔就在这儿 我可以呼吸 我可以画画 这就是我的梦想状态 因为我已经自己尝试设立很多领域了 如果今天我画不好这幅画 那我还有陶衣可以做 我还有布料可以缝制 我还有衣服可以去设计 当很多领域都在洗头并进的时候 我就并不觉得会有盲目的 或者那个灵感枯竭的时候 不画画是可能的 但是停止思考是不可能的 那就是从醒来 或者在睡着的时候 都会想一些线条图案 都会想一些挖掘本质和深刻的东西 所以不创作是可以 但是没有办法停止思考 因为我假如画画画累了 我做服装就是休息 做服装做累了 我搓一会儿淘泥也是休息 停下来的时候 我就不再活着了 每一秒都要再做这一件事 我要不停地思考 要不停地创作 不能离开这种状态 如果你这一秒想要创作的话 如果你这一秒再创作 在这个状态的话 你这一秒就是艺术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